行政院长竹龙泰在端午节前夕 前往台北港海巡基地登上嘉义舰 观看包括无人飞行载具操作 高压水炮 震海火箭弹等系统 了解相关设备操作 我认为你们有三安的国家使命 就是负责国家的国安 治安以及平安 仿制毒品的第一线 食品安全的第一线 以及国家安全海上的第一线 承诺政府当靠山 让海巡执法站稳立场 扫荡驱逐步伐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指出 共军五月军演 海巡舰艇一对一应对 总计触动实践两船152艇 维护海域安全 每一次的监控驱离 都是我们守护台湾的决心 从海巡署的勤止中心到最前线 我们海巡弟兄姐妹 不分昼夜 一直站在执法的最前线 在港边教越海巡船舰 直升机 接装太旧换新的真房车 卓隆泰表示 将边内9000万预算 更换260辆海巡公务车辆 扩增海巡暗计执勤能量 新唐电视胡宗翰 台湾新北市报道